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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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今天這個影片來跟大家聊聊 混合型數位電源 這個協力補償技巧 那說到協力補償 我們就來聊一聊 什麼叫做混合型數位電流模式控制 那在混合型數位電源裡面 我們可能就是用一個MCU 然後控制這個Pulse Sprite 那無論如何都需要一個OP 做這個避回路控制 所以我們就有把這個避回路把它接上來 那接上來之後 所謂的電流模式就必然需要 把電感電流回傳回來 所以這個電感電流透過 這個電阻的量測 把它傳回來 傳回來之後透過一個比較器 做比較 那比較器得到 這個Duty之後再透過P端產生器 把它丟出來 那在這個之間 那就會需要一個東西來輔助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一看就知道 這個電流模式屬於峰值電流模式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 協力補償器來做 這方面的補償 讓我們的這個系統 不要發生次協波震盪 那我們這個影片呢 主要就跟大家來分享 次協波震盪產生的原因 以及這個協力補償該怎麼去調整 那以及使用混合型數位 那可以帶來多方便的好處 那在這個畫面上可以看到 這是我典型的一個 次協波震盪發生的結果 這是我實際在一個 板子上故意 製造一個次協波震盪的情況 給大家看的 次協波震盪發生的時候呢 會很典型的 你會看得到 你的P端產 這個占空比啊 會一大一小 一大一小 而且永不停止 然後它所衍生的結果 就是你的電感電流啊 也就是會一大一小的這種狀況 就是平均電流會忽大忽小忽大忽小 那這樣一個行程方式是什麼原因呢 這行程方式其實很好理解喔 假設我們有一個參考電流 叫iReference 右邊這個可以看到 叫iReference 然後呢 我的開關啊 只要這個 紅色實線的這個部分 叫做電感電流 這是電感電流 它會這樣跑 那一旦我的電感電流頂到我的iReference 就是我的參考電流指的時候呢 我就把上面的Duty啊 這個P答案就關掉 然後跑跑跑 跑到下一週開始之後 它開關又自動打開 然後頂到我的參考值 又再次關閉 然後下一次又重新打開 頂到參考值又關閉 這都沒有問題 我的參考的電流命令呢 iReference也沒有改變 可是就會發生一個現象 這樣對應起來呢 我的開關就會一小一大 一小一大 而且永不停止 永不停止 那我的平均電流指 平均電流本來希望是一個穩定值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嘛 一個三角坡裡面啊 它的平均值是在這一個 這一段區段裡面的正中間 是這個地方 滑鼠亭的位置 這是我的平均電流指 我們把它改成用畫筆來畫 這個地方是我的平均電流指 然後呢 下面這個區段 我平均值在這裡 我們把每個平均值把它標起來 把它標起來 就可以看到 最後它的平均值 平均值是這樣子 再往上 然後往上 所以它平均值變成 不是一個很穩定的 平均值 那就是所謂的刺斜波震盪的結果 這是結果 其實這是結果 那原因呢 也可以看得出來喔 它頂到了這個位置啊 彎掉的時候 Duty也就會產生這個 一大 一小一大 一小一大的這個狀況 那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從這個波形來看 就可以看得出來喔 我們先定義啊 假設我們一個叫D的這個 這個參數 這個參數呢 就等於上升斜率加下降斜率 分支下降斜率 我們定義為D 然後呢 中間 這個我們叫做平均值 這個平均值 它的初始值 每一次距直波 每一次電感電流的 每一個週期的初始值 我們定義叫Delta 那Delta 跟下一次的Delta 之間的差異 是基本上它的固定比例 就是SR分支SF 就是上升斜率 分支下降斜率 這個定義清楚之後呢 就可以看得出來 一個很明顯的現象了 那我們再回到上一頁 一個地方忘了講 就說 當我發生 這個Duty一大一小的時候啊 我們可不可以這麼想像 我可不可以這麼想像 我如果把小Duty往前推 大的Duty往後推 把這個不要了 這個就不要了 那兩邊的Duty不就一樣了嗎 兩邊Duty一樣 系統不就穩定了嗎 對吧 那我們一個簡單的想法吧 我本來的Duty是在這裡 我想要把它往後延一點點 想要把它往後延一點點 那麼就表示什麼 我頂到了這個電流的位置啊 就必須改變 那我們典型的做法 就所謂加入所謂的學歷補償 當加入學歷補償 當加入學歷補償 那為什麼要加入學歷補償呢 那是因為 一旦 一旦這個D的N加1 大於DN-N的時候 沒有N-U 口誤了 DN加1大於N-1 也就是說 下一個半 下一週 曾產生的這個 差異值 大於上一週的話 那這個系統 它就會震盪 它就會系統就會發生震盪 那 要解決這方法呢 我們就加入一個所謂的協力補償 這個協力補償 那這個協力補償 一旦加進去之後 因為我把它壓下去了 本來在上面嘛 本來在上面 它會比較晚關掉 我把它提早關掉 提早關掉 它所產生的這個 差異量就會縮小 然後很快的 最後這兩個就會相等 那系統就會 被修正而穩定 那也就是說 我要讓我的 這一次的 這一次N加1 我要小於 那個N 這個次項的話 那就很明顯的知道啦 所以我這個 上升協率 加補償協率 分支下降協率 減補償協率 這一個參數 就必須小於1 對不對 因為一旦小於1 應該說小於-1啊 因為這邊還有一個負號 這邊還有一個負號 負號 乘負號等於正嘛 然後 這裡面的參數 必須小於1 我說小於-1 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保證什麼 delta N 等於 delta N -1 乘以 小於-1 的東西嘛 小於1的東西嘛 因為負負的已經得證了 拿掉了 小於1的地方 所以我就可以保證 我右邊這一個向次 永遠小於 左邊的向次 那我系統就會快速的 趨於穩定 那有了這樣的一個基本概念之後 就很單純了 我就知道 原來上升協率加上 我的補償協率分支 下降協率減掉 這個 補償協率啊 這一個向次 我只要小於1 我的系統就一定是穩定的 這第一個 然後我們接下來定一個 那我的DM呢 我的Modulation的這個參數呢 我就把它定義為 我的上升協率加 下降協率分支 下降協率 我們先把它定義為 這個叫做DM 那麼在不同的結構上 基本上喔 就帶右半邊零點的 就是所謂的Boost啦 Sepic啦 Chalk 這些架構呢 它的協率補償的協率 理想上的計算 就是右邊這個公司 給大家做參考 有需要再去看就好 不需要特別去背 那如果是Buck這些結構 就是沒有帶右半邊零點的 這種結構 Buck啦 拳橋啦 Fallwall啦 Fallbridge Failshift 一向拳橋 都是屬於Buck這個結構 這個情況下 它的協力補償 就是只要調整出 大於 只要大於2m 2dm分支 下降協率 然後2dm再減1 這個公式也是有用到 再去查詢就可以了 那只要你根據這個計算 去得到你的協力補償 你就可以看得到一個事實 為什麼叫次協波增盪 大家為什麼用次呢 這個次的意思就是二分之一的意思 哪個二分之一呢 你的二分之一的PW頻率 這個頻率的二分之一就是次協波震盪 也就是說 當你的頻率決定了 那你二分之一頻率的地方 就會很容易發生次協波震盪 那其他震盪的根本原因 除了剛剛那個以外 還有一個地方可以驗證 就從波德圖來看 波德圖 我們Face Margin不足 Gam Margin不足 也是會寫正的嘛 對吧 那我有一個影片有說過 為什麼我們只看開迴路正義 那影片可以去看 我們有一個地方是不能發生問題的 就是-1 我的這個系統 這個迴路系統裡面 不能發生這個-1的狀況 -1是什麼 就是1倍這個地方 0db發生180度 那這個地方 所以呢 所以我們從波德圖來看 你去量峰值電流模式的時候 可以去看 你的頻寬 我是在這裡 所以呢 當 你的 用了這個Pick Color Mode之後 你在1分之1P導演頻率的時候 這個地方如果你的血率補償沒有做 隨著你的Duty在上升的過程中 它這一個Game 它會繼續往上往上往上 最後會頂到 會頂到這個0db 甚至超過 甚至超過 那一旦頂到這個0db就麻煩了 因為這個地方已經是遠 這個地方已經是高頻以上很多了 不要忘記 頻寬在左邊這裡 所以右邊是更高頻的地方 這個地方的相位 早就跑到180度去了 這邊早就是180了 所以對應到0db 這個系統就一定會發生震盪 那發生震盪了 就沒辦法停下來 所以呢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加血率補償 加到什麼情況下 加到你的1分之1的P導演頻率的這個地方 最好你的Game 這邊有一個Game的差異 這個Game的差異呢 希望至少有20個db以上 負20db以上 那這個系統就可以 非常方便的快速的去 收斂 然後這個系統就會是穩定的 那剛剛我們有分享過怎麼計算對不對 那我的 我的客戶啦 包含是我自己的朋友 包含我自己 現在在算啦 也懶得算了 為什麼呢 因為在算啊 這牽測到這個電感啊 它隨著不同的負載 感量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 跟大家分享一個方法 最簡單 我既然是混合型數位 斜率是我直接決定的 所以呢 我們後來做一個簡單的做法都這樣 直接把我的電源啊 接在我的板子上 接到板子上 然後呢 一直去掃我的波德圖 然後我透過我的程式 一直去修改我的斜率 直到什麼 直到我的這個斜率啊 低於-20db 之後我斜率補償就設計結束了 連計算都不用計算以外 這個是實際量測出來的 這並不是try and error 那這樣就可以快速的去設計 你的斜率補償 並且 這個給大家做一個提醒 並且啊 在不同的 那個電源的負載條件下 事實上斜率補償啊 是可以優化的 因為我們以前在傳統設計的時候啊 這個斜率啊 你可以思考一個問題 補的太多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 你在滿載的時候去調邪域補償 在輕載的時候 其實是過度調整的 這時候在輕載 突然加重載的那個動態反應啊 它就會變得很慢 那就所謂的啊 過度調整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 就會是思考 那怎麼辦 事實上如果你用的是存類比 就沒辦法 存數位也可以 半數位呢 那更不是問題啦 我只要在不同的載條件下 我給不同的邪域就好嘛 這個就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用了混合型數位之後 事實上你也不用太去計算 你只要實際去量波德圖 然後呢實際去調整到-20db 就可以把你的設計做定案結束了 因為這是實際所量車出來了 當然如果說我這個一台跟一百萬台不一樣 我覺得margin要不要大一點 當然可以啊 但事實上-20db已經留了很大的margin了 因為你只要20db內都不會震盪嘛 所以已經留了很大的margin 那你還想留那當然可以啊 就繼續把它往下壓 比如說這個壓到了 這個將近45個db了 當然壓這麼多之後 系統反應會變慢 這個要自己考量 這個壓得越低啊 你的系統反應就會越來越慢 那這邊給大家留一個小小的考題啊 應該好玩啊 給自己想想 有知道答案呢 你可以在這個影片下方留言啊 為什麼量波德圖的時候 在這個頻段 發生很奇怪的現象 我這個不是很特別的控制器 這是一個OP控制器 我當初在做的時候我就發現 這個地方不是應該順過去嗎 怎麼會發生這種很奇怪的波形 當然我有找到原因 原因也很簡單啊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原因 那當然這個很好解決 不應該發生但發生了 所以我去做了一些量測就確定原因 那有興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 OK 那我們接下來呢 跟大家講講 這個協議補償在混合型數位 還能做什麼特別的事情嗎 所以我們就希望 給大家了解一些事情 既然這個協議補償這麼重要 而且它跟著載變動 所以呢 這個時候像我在自己設計的情況下呢 我可能會寫一段小程式 這個程式呢 會去判斷這個輸出的狀況 就是我的Pout是多少 或是Iout是多少 這些東西 然後怎麼做呢 去微調我的協率補償 那我的系統啊 在輕載的時候 重載的時候 滿載的時候 它可以有不同的協率補償的一個協率 讓我的系統呢 更加的 那個動態響應檔更加的完善 然後更符合我的設計Spec 而不用花成本去改善我的硬體結構 我只要從我的控制去解決問題 最後一個分享啊 跟大家做一個highline 不要忘記這是混合型數位 它最大的優勢是 可以把信號丟出來看 所以呢 你也可以透過一個OP水偶器 將你的協率補償的結果 實際丟出來 然後透過試波器去量測 這個非常方便喔 所以這個時候你試波器 試波器 就可以有一個channel 然後把它接到這裡來 去量測 這個協率補償 目前是做到什麼一個狀況 就可以很方便的去check 你的設計是不是 是正確的 你的協率補償是照著你的想法 有一定程度的協率 因為還有一個檢查寶 不要忘記了 一般我們還會檢查這個協率 是否為電感 電感電流下降協率的兩倍 一般會有這個大概的一個check 並不是說一定要兩倍喔 但是這個會一個基本check 離這個兩倍太遠 而且又很小 那可能這個補償是不足的 這樣的一個基本的 一個檢測方法 在混合型輸位就變成非常方便 因為我隨時可以把訊號丟出來看 對吧 這相當重要喔 OK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那這個系列影片呢 後面還有 敬請期待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